香港媒体连日来大蝙蝠报导 佩洛西访台以及大陆的军演 澳门军事评论员黄东认为 台湾这次应对大陆演习将处于被动 战机舰队靠近台湾可以驱离 但如果是导弹 要拦要打很难决定 北军方面也很难介入 但一定会把握机会 派出侦察机舰队等靠近观察 而大陆也会用尽方法跟美军斗法 香港的明报社评指 佩洛西访台摧毁了陆美景余的互信 台美主张的台海中线张慧烧失 《经济日报》指 陆美台随时陷进多数局面 经济制裁有如双面韵 禁台湾产品要摸清明星 新报指虽然解放军 没有办非或击落佩洛西 但新一波台海危机才开始 坎坷比以古巴导弹危机 不过黄东认为 插舱走火的机会不大 他说包围台湾演习 在大陆对国民对军方或是长印派都已经有所交代 也找到了下台阶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七三 一 二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